那我们现在要去搞一下这个贴图 因为它中间这里其实是有到一个 贴图在这 所以我们去把这个面还是一样 把这个面先给它选出来 应该是在这边 然后 选中它 然后分离出来 一控对象分离 再选到它 然后我们去选到所有的面 给它 就是这道面要超越一下 我看一下应该是 大概就是这个 坚决 不过这个话会有不到一定的这个问题 我们直接把这个面给它选掉上 删掉上 在这里一个点 换一下 换一下 看这 OK 没有问题 我们再超越 OK 反省把外面这些面给它删掉 叠代一下就好了 就拿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拿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去 把它贴上去 绘制于曲面 拾取这个东西 叠代几次 用这个移植 按住 Shift 把它贴上去 OK OK 把这个关掉 到时候也是要去给两次叠代 一次叠代的话 这个细分不是很够 选到这个面 然后我们去找一下这个贴桌 这块是 这个 斧头牌协页 应该是这一张 或者你能够找到一些比较高级的图片的话 那就是最好 把它弄到这个桌面 要去 扣一下这个东西就好 弄完的话 那就是 这样的一张图片 那它是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 我们要继续给它放大 我们去模糊 然后再锐化 先锐化 然后再模糊一下 要不然它是有一些锯子在这 在这些地方 那我们去给它涂 涂掉就好 这些的话是 应该有到这样的 一个圆在这 它这个花是可以自己去跳过的 只是把这个东西涂掉了 我们放大一下 我们放大一下 再模糊一下 再模糊一下 OK 我们去保存出来就好 哦 点错 应该是这一张 谷底血 哦 这里有 多血 反正这个的话 其实是一个 背面来的 然后我们去直接找个UV 好 点一下就好 点一下 点一下 然后打开UV 编辑器 好像不用找 直接这样子去弄 这样子 那么加个UVW 长发体 是拿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好 点开这样的图片 我们去把它进去 然后直接的就是去说话 OK 我们用这个笔刷一点的给它刷回去 放大一点 跟刚刚那个仪式其实差不多 就按Ctrl 要用鼠标左键去拖动就好 Ctrl 和 Shift 就尽量不要有爬一边 OK OK 先暫時是暫時 可能會看到它是反過來的 因為這個是背面的 所以我們先塌陷掉 把這個軸死去到它 第三個 然後鏡向過去 然後是歪走 在這邊 對 我們加一個殼 應該是 wine 這個跌大兩次 我們可以先加一個推 讓它稍微推一點點去 這個東西我們就做好了 再一個殼 好 然後這個視頻的話就到這裡